台股又破底 现在还有抄底好股票吗 待会来告诉你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 我是千涵 今天欢迎轮源投顾 陈学敬分析师 老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台股今天又失手万三 再度破底了 那在股灾之际 有没有哪些股票 是可以抄底的呢 好的 那我想对于最近的一个台股 那表现相对疲弱不振 那大家都非常的一个担心 那尤其指数跌破了一个 万三的一个关卡 那最主要原因当然 除了美国联总会的升息 的一个因素之外 那么再来 加上的一个 美国的一个新经历的一个冲击 还有就是包括的一个俄罗斯 跟乌克兰之间的一个战争 再度的升级 那市场担心会引发的一个 的一个核灾的一个 的一个升级的一个情况 所以使得在这个地方台北股市 美股反而在这个地方 表现相对持稳 但是台股表现相对的一个弱势 但是虽然今天再度跌破的一个 万三的一个关卡 不过在这个地方 我想大家也并不需要过度的恐慌 原因很简单 我在旁边有列了几大的一个旅游 第一个就是 农市已经大幅的一个减肥 那指数回党已经达到了一个满足点 况且之前的一万两千 一万两千的一个618 那在这个地方下党 也应该会有强力的一个支撑 然后再来加上的一个选举行情要开跑 那预期政策的力道也会逐步的加强 那么再来其实在夏沙拉维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盘面上其实有很多之前 股价已经率先修正 而且严重超跌的一些的一个股票 那最近都开始陆续见到买盘的影子 所以在这个行情 如果说它能够造就一波的一个冲击反行情 那基本上我们最主要看到一档股票 就是后柜长龙 因为它代表了市场人气指标股 当然今天持续下沙也引动了一个盘式的下沙 包括的一个全主股的台积电 所以如果说在这个地方 只要长龙能够做一个强力的一个表态 那我想就能够的一个换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信心的归队 当然如果说市场信心归队的时候 这个时候有哪些的一个股票 反而可以来做一个留意 我们从面板的一个双斧的一个友达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随着一个检产的奏效 背货的一个需求回温 包括的一个感恩节 对 圣诞节 那10月的一个下旬中下旬 的一个大紫水面板 全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报价的一个回升 那也造就的一个友达 你可以发现到 其实它已经提前盘式领先落底 对 那检产奏效先加一波 那你不要小看这一波 这一波反弹足足就谈了将近四成 然后这一次随着一个需求 背负需求回温 那么最近的一个谈腹也将近了一个三成 那当然这些的股票它谈上来 不是叫大家去追高 但是从整个的一个面板双斧的一个友达 在这一波领军的一个落底的一个反弹 包括的一个记忆体也是一样 同样的一个模式 那么减产奏效大坎资本支出 所以也使得一个相关记忆体也迎接迎来的一个一波的一个曙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些股票都领先的一个大盘率先的一个落底的反弹 那么从这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接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价值 有些价值被低估 而且低期期去转积的股票开始出现领均落底的反弹 所以从这些股票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我大致上帮大家整理出来几档股票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驱动IC的一个天狱 那面板大石吨面板回温 当然驱动IC它也会跟着怎么样 拉货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启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些的一个股票 那基本上都已经领先的一个大盘率先的一个落底 甚至包括驱动IC的一个端态也是一样 还有包括的一个细创 你可以看到其实它的一个股价细创它的股价 都已经足出一个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W底 然后它的股价没有破底 那我想这些股票就值得来做一个留意 那么再来我们可以看到IC债板的一个信心也是一样 那么毕竟它9月份的营收还是续创新高 ABF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债板 那么仍然是维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满载的一个生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它们的一个股票 也开始的一个逐步的一个加温上来 包括的蓝电也是一样 那么再来我们再来看到 包括的一个最近的一个太阳能 这是政策的一个加持的工具 那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援金 那么这一次因为收费的一个美国的一个 美中贸易的一个纷争 那么也要积极到美国的一个 来进行一个扩整的动作 那这些都有利于整个远近未来的一个营收 未来的一个获利的一个向上的一个盘升 那我想这些股票 只要在这个地方它能够打底完成的话 那突破站上十字线月限制上转强 那这些股票就值得来做一个留意的 那么再来我们可以看到USB的一个干领股的一个动作 那最近就约云收暴增你看最近股价 大盘下跌 但是它股价却是领心的一个大涨上来 再来像第三代半导体的一个加金 或是汉累 那么基本上这些股票的一个产业情形 其实都还是看好并没有改变 所以像这些股票反而在拉回过程当中 大家反而可以来留意它的一个这样 它的一个转机的一个机会 那么甚至包括这个金元代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联电 你可以看到这次新禁令的一个冲击 那会造成的一个大陆的一个扩产的一个缩手 但是反而功过于求的局面反而有助于改善 所以最近的一个联电最近也开始加温的上来 我想很多的一个股票 那在这个地方因为时间关系 没有办法一一跟大家做完整的叙述 我都会在Night or Telegram 无时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谢谢大家 是谢谢老师的分析 想要交更多财经的最新消息 也要持续锁定老师的Light和Telegram哦 财经急诊室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